星光人壽投資的新版結石堡疑似 射擊了步伐 讓星光人壽損失了大約是1億元 前董座吳東靜等人遭到漏夜偵訊 今天清晨12點多 星光集團前董座吳東靜 移送新北檢附訊 一下車不僅有四名保鏢跟隨 還戴帽子口罩包緊緊 五先生有沒有什麼話想說的 會覺得自己很冤枉嗎 面對記者提問不發抑鬱 還不斷伸手阻擋鏡頭 同樣被約談的還有 星光人壽前總經理蔡熊記 副總經理林韋傑 不動產管理部副總盧齊堯 以及張良子 和負責經營新版結石堡商旅負責人呂秉賢 以及多家與新版人壽兼有厲害關心人 會被移送附訊就是因為 時任新版人壽董事長吳東靜 疑似過去投資新建位在台北信義的 新版結石堡有關 檢調調查在2019年至2020年間 他與總經理蔡熊記等人 把結石堡租給關心企業後 卻涉嫌為關心人支出裝潢費等工程款項 沒有為星光人壽最大利益考量 讓星光損失約1億元 另外還調查出高層委託結石堡商旅 經營樂禮還出租 無償提供好幾次房間給四五間關心企業用 讓星光人壽短售好幾百萬租金 目前全案金金管會移送 依涉嫌保險法特別備姓罪偵辦 調查局繽紛十八路搜索星光人壽有厲害關心人 住家落葉證訊後 星光人壽不動賞管理部副總 如其謠依200萬元交保 前總經理蔡熊記也是200萬元交保 副總經理張良子及時任星光人壽副總經理丁偉傑 宇傑士寶商旅負責人呂秉賢則是100萬元交保 而吳東靖依一億元交保 國民黨主席將在明年五月要進行改選了 那中天電視的節目線上面對面 在YouTube社群舉辦了網路投票 明年的國民黨主席改選 請問你認為誰是最適合擔任新主席的呢 目前投票的結果呢 是有3.5萬名的網友參與 那結果就顯示說 投票給現任黨主席朱立倫的網友有5% 韓國瑜有53% 新委市長侯友宜3% 台中市長盧秀燕29% 國民黨團總召傅昆奇10% 那立法院長韓國瑜獲得了過半參與投票的網友支持 立法院審查了國會改革法案之後 是好幾度爆發了激烈的肢體衝突 綠營的側翼現在號召要罷免藍營立委 現在更傳出有原住民醞釀的是要罷免無黨警的高精宿媒 時事評論員華耀明認為說 如果一位立委他真的做得很差的話 很不稱職 那提出罷免就是非常合理的 但是現在民進黨與側翼的邏輯 卻是只要跟我執政黨意見不同的通通都該罷免 所以很明顯可以看出他們心中 只想著要重新掌握國會當中的多數席次 要罷免高精委員這個難度有極高 他跟一般的區域立委還不太一樣 原住民選區雖然說都一樣的那個連署門檻 連署的這個方式 但是你要知道原住民選區 尤其是三地原住民選區 他遍及各地 而且都在比較偏鄉的山區的部落 那第一個你要先確定來連署的人是三地原住民 罷免當然一定需要仇恨 一定需要仇恨動員 可是關鍵就在於說 民進黨的支持者在三地原住民去查一下 三地原住民的選民裡面 他們的比重有多少 所以更困難 相對而言跟比其他的區域更困難 你去查一下三地原住民裡面 投給賴清德的比例有多少 遠低於四成 可能大概只有一兩成而已 所以像這樣的一個邏輯 我覺得他們本身在做這件事情 他們的目的不是要罷免高精 他們的目的只是要告訴你 我連罷高精都不放過 那是一種叫宣誓性 是其實在警告所有國民黨立委 你不管你五十二席 五十幾席 每一席我都不會放過 如果今天只是因為跟我們的執政黨意見不一樣 我就要罷免 這邏輯何在 如果今天民進黨或是說民進黨的支持者 想要用這種方式 目的是什麼 其實他不管是老柯講的這個什麼 要解散國會重選 不管是現在講的要罷免幾席 概念是一樣的 就是因為民進黨沒有拿到國會過半 我努力看看 看有沒有辦法弄掉一席兩席 讓至少第一步先把民進黨變成最大黨 第二步民進黨過半 最最高目標就是六席 我只要幹掉國民黨六席 我就可以變成這個國會最大黨 而且是國會穩定過半的半數 我連民眾黨臉色都不要看 所以這個對他們這一群人 他們是會有一個動力 就是我要做到這個目標 可是他們沒有去思考過 做到這個目標 要消耗多少社會能量 要製造多少社會衝突 但他們都不在乎 因為他們要在乎的就是 我國會不要讓在野黨再亂 經濟部之前是推薦了三家燃燒垃圾的SRF發電廠 進駐桃園科學園區 但是選前收回了廠商推薦函 選後卻撤銷了桃園市府不讓廠商進駐的處分 立委就追問收回推薦的原因是什麼呢 官員們竟然是一度答不出來 而過去政府跟特許廠商超額的排放量高達10倍 來委就質疑了政府積極為特定的廠商解套 那到底是誰在背後撐腰 桃園SRF固體燃料發電廠用燒垃圾來發電 在大選後將敗部復活 桃園市長張善政開槍經濟部 說三間廠商能順利進駐桃科 就是經濟部給推薦函積極介入的結果 當初選前取消推薦函 選後撤銷桃園市府處分 根本是著視金飛 幫特定廠商來解套 中央都說有許可證不適當的話 我們可以進行撤銷就是了 我們真的撤銷了以後 他們又說我們這撤銷是不合法的 顯然都是選舉的操作 當初鄭文燦當市長 發給廠商超量排放特許 其中台灣立方超量排放可以高達10倍 可寧衛則是特許超量3倍 專家說台灣SRF不像國外只燒紙或燒木材 是連廢棄塑膠 橡膠全部通通一起燒 恐怕燒出了大量代奧心 民進黨憑什麼容許廠商超量污染 你有沒有去想過環境的負荷 那邊污染非常嚴重 居民平均的健康的狀況也是偏差的 加鹽來處理的話 我們也會設定一些標準 如果燒垃圾來發電真的這麼好 經濟部去年底為何要收回推薦函 大罐被問到結巴答不出來 當時經濟部為什麼要發這個推薦函 經濟部只是這個推薦 部長為什麼要推薦 因為它這個是一個 能夠解決能源的問題 好啦 你也講得這麼心虛 既然這麼好 在選舉的時候為什麼要撤回這個推薦函 為什麼 因為主導權是在桃園市場 你就不應該推薦嘛 網友嘲諷 政府根本是要百姓去吃銅吃鐵製 阿魯蜜 經濟部選前選後態度急轉彎 背後到底是誰在撐腰 到底是什麼樣的壓力 讓你們做成這樣的決定 這背後的黑手是什麼 希望兩位的專業 不要被政治給抹煞了 我們絕對沒有 你是要那邊的人怎麼樣嘛 所有人拿健康去賠 你為什麼要護航到這種程度 你到底是有什麼背後不可告人之事 燃燒垃圾發電起死回生 百姓好奇究竟是為了什麼 讓中央不顧居民的健康硬要如此大轉彎 記者張宥子王志仁台北採訪報導 好 所以現在當然是引起了地方的反彈 那也被指說政府現在立場 反覆完全是選舉的操作 桃園的前立委 現任的法務部政務次長黃世傑 他也喊話桃園市長張善政 不要放水 還強調市府才有權責 決定廠商能否入園 不應該在政治操作 我想現在官英的市民朋友 還是在看市政府如何處理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當然經濟部過去的作為 可能讓官英的鄉親不能接受 但是在我的任內 經濟部也三度發文表達說 他們不需推這個案子 進入桃科的這個立場 那麼現在就看市政府如何 北於全城做出適當的儲備 那他們前一次的原儲備被進入撤銷 從法律專業角度我已經指出 一個連法條的依據都沒有引述的 行政處分占在我們很重大的瑕疵 當然在我們法治國家 會得到這樣的結果 但是大家不要忘記 台灣市政府仍然可以 另外依照相關法律的規定 另外釋法制處分 所以就看他們有沒有意願 後續來把關 讓我們官英的軍營真正的安心 但是我沒有想到的是說 他們對於自己這個處分的內容 完全不以辯護 那也沒有去說為什麼經濟部 他們認為經濟部的蘇聯一定是不對的 然後呢就是發動純粹的政治攻擊 那我認為這是沒有必要的 因為這個沒有辦法解決 關於鄉親現在的焦慮 跟他們的健康安全相關的維護 所以我希望說市政府是這個有他們的權責 那張三政市長是台灣市大家長 希望他能夠體擦民意 做出正確的決定 大陸從6月15號開始是終止了 EGFA中的134個台灣進口商品的關稅減讓 引起了台灣工商界的關注 33企業交流會的理事長林伯峰 他是率團訪問了國台辦主任宋濤 那宋濤就強調說了大陸終止部分 EGFA的關稅減讓要怪罪於民進黨 煽動兩岸對立對抗 但民進黨當局宣揚台獨分裂謬論 煽動兩岸對立對抗 對大陸輸台產品採取歧視不公平做法 嚴重破壞兩岸協商和EGFA實施基礎 是大陸有關部門不得不進一步終止 EGFA部分產品關稅減讓的根本原因 台灣最有影響力的工商團體之一 33會他們是赴北京與宋濤會面 那面對大陸單方面的終止EGFA部分的協議 表達台灣工商界的擔憂 宋濤就表示了 EGFA是兩岸在九二共識基礎上簽署的 有利於兩岸互信合作平等協商 但是民進黨當局煽動兩岸對立對抗 對大陸出口的產品採取歧視性的做法 使得大陸宣布終止部分產品的關稅減讓 那宋濤也進一步的表示 只有堅持兩岸同屬一個國家 才是台海和平穩定的前提 也是台灣福祉的根本保障 快點夠618狂歡年中慶 全場驚喜等你來拿 手機掛繩只有一條怎麼夠 Keep Fighting超寬版 減壓手機掛繩熱銷款 Live活力放送款擺搭榮耀款期間限定 1加1超值優惠組 任兩條立刻減100元 讓你任何場合都能夠自由搭配 全場消費滿千就送白 最高回饋10% 另外不限金額 消費就能夠以100元加購 中天文創經典商品 618狂歡節 一起來快點購線上歡慶 享受絕佳的購物體驗吧 全場面對一起來 都不願意 身邊做一條 最高潮的